男人重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一位性情古怪的神医 将自己的骨骼全部换掉 这个时代只有一位医生 可以凭借针灸 将人体内反骨改造成 能轻松习得武功的 初级无骨 在经受巨大痛苦后 我终于获得前世错过能够逆天改命的 第一次机会 就在刚刚 我再一次来到埃利亚 在这个世界里 不仅有剑气 魔法 斗气 更有无数的妖魔鬼怪充斥其中 他们在这里相互争夺 相互杀戮 这个世界为了生存 贪婪地从各个次元召唤异界之人 所有被召唤的人 最初都会来到这个小镇 起始之成 吉纳比斯 没想到我刚来就能碰到奴隶贩子 嘴上说着要请我吃饭 给我介绍埃利亚 扭头就将我带入无人小巷 好心递给我一瓶水解渴 可我接到水后 往嘴里灌了一大口 然后猛地喷向男人 在喝水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水里掺了东西 虽然混在水里无色无味 但碰到舌头会有些酸麻 进到眼睛里就会疼痛男人 我确实是刚被召唤而来 还是最低的入门级 不过 我已经在这个世界生活13年了 埃利亚生存法则早已熟记于心 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我在男人身上收获了 十万埃尔币和一把匕首 接下来就要去寻找 改变命运的那三次机会 我曾经在这个世界生存了13年 没有过人的天赋 也没有强大背景 好在我幸运地找到 一处不为人知的地下城 历经千辛万苦得到一个榜香 当我满怀期待地打开它时 只有一块神奇的石头 通过这块石头 我回到了13年前 重活一世 我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变强 第一个机会便是来到接骨院进行改造 在这个世界 只有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入门级 才能满足改造条件 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改造后 我终于得到了初级五谷 可以让我比普通人更快地学习武功 第二个机会便是内功心法 心法种位繁多 可以根据其稳定性和内功增加速度 来区分优劣 上一世我只能学习普通的二级心法 但在吉纳比斯的一家小书店中 隐藏着一本一级心法 天真心法 好在书店主人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老板看名字还以为普通的心法 我只用四万埃尔就收入囊中 就这样 我只用一天时间 拿到钱是错过的两次机会 剩下的第三次机会 便是一年后斗兽场比赛的冠军奖品 这个比赛只有入门级能参加 这一年 只要努力提升实力 就要极大的可能夺冠 为了提升实力并赚取资金 我需要打怪 我来到售卖装备的摊钱 想要利用小孩子的天真 来换取装备 好在老板好心 让我设照二十四万来换取装备 在野外有没有铠甲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死 即便是一件轻薄的皮甲 有时候也能救人一命 来到狩猎场后 我不禁想起十三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时自己只有一根破木棒 回想起当初的自己 真是寒烦啊 好在这个世界 只要能想起功法口诀 就能获得技能 而追魂枪法的绝招 一击一杀 是以左手作为炮筒 来将长枪发射出去的杀招 威力巨大 没想到前世熟练枪法 不经练习 手就会因为高速摩擦而烧伤 看来还得将手掌练出老简才行 经过这一周的受炼 我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从那名大叔 哪里购买了一件空间装备 曾经的武学也炉火纯青 可惜这些前世的武学 都是二级武学 无论练得再熟练 都无法跟一级武学媲美 唯一拥有的一级武学 还只是心法 局限性太大 我必须要学会一些更强的武功 第二天 在我将要出门打怪时 旅店老板女儿叫住了我 希望我能在他们旅店工作 可我直接拒绝了 曾经我也为了活下去妥协过 只是这一次 我不想那么生活了 不管付出多少努力 这一世都要比前世过得更好 每当正午终生响起 这个世界便会召唤一界之人 蓝色魔法阵在我眼前浮现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被召唤而来 少年慌张地四处查看 明明几小时前自己还在修炼 突然便被魔法阵传送到爱丽亚 涉事未深的少年 很快就被小混混盯上 我在远处对此感到惋惜 却并不打算多管闲事 扭头想走 却像撞到一堵墙上 一个壮汉早已站在我的身后 看来我也早已被他们盯上 狠狠一拳打来 来不及反应便被他打倒在地 该死 他们竟然是一伙的 壮汉这一拳虽然不太熟练 但这家伙 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对付的 本来想要过来围观的人 也早已被他驱散 我只能大声提醒刚穿越的少年 不要喝他们的水 里面有麻药 少年年纪很小 看穿着应该是武林中人 应该能起点作用 可这却让小混混恼羞成怒 打算过来先解决我 一个闪身躲掉壮汉临门一脚 然后使用铁皮强骨 强化身体强度 一记肘击狠狠打中壮汉腰子 趁他来不及反应 雨点般的拳头砸在壮汉身上 小孩子的拳脚力度果然不够 根本没对壮汉造成一丝伤害 看着气势汹汹冲过来的壮汉 我知道赤手空拳绝对赢不了 得拔枪才行 就在这时 那名少年突然闪身到我身前 看着壮汉紧接而来的拳头 我开始慌了 真想叫个场外暂停 谁知少年只是青台小手 滚开 壮汉便被击飞出去 演出壮汉的同伙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倒下了 这招长法蕴含的内力 绝对不是一级二级所能散发出来的 他是顶级高手 这个世界对武林中人划分 便是三级二级一级顶级爵士 其中三级只需稍微修炼便能达到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 与我年龄相仿 还是在同一时期被召化而来的高手 小天魔 魏池虎然 魔教 作为武林邪派代表 无比崇尚力量本身 他们推举教内最强者为教主 称为天魔 而其子则被称为小天魔 虎然身为未来魔教教主 生来便凌驾万魔之上 可就是这样的魏池虎然 现在居然在我房间里 他从我的口中了解这片大路 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开始放声大笑 你刚才竟敢命令我 真是胆大包天 我只能赶紧鞠躬道歉 因为我深知面前少年恐怖之处 没想到少年不仅不介意 还打算教我武功 文言我有些不敢相信 魏池虎然又提出他的条件 那就是做他的朋友 少年生下来便受到万般期待 只为继承老爹魔教教主之位 在他十岁那年 便独自歼灭五十名二级战士 天赋之强 让魔教教主也十分害怕 这时少年向父亲提出自己的愿望 小而我想要一个朋友 却遭到父亲严厉拒绝 身为魔教未来教主 凌驾在万魔之上 称霸之路不需要朋友 如果你听懂了 就把所有精力花费在修炼上 至此 少年从来没有朋友 也缺少相关的常识 我没想到他突然要跟我做朋友 有些不知所措 没想到这一世 我能和魏池虎然做朋友 他也遵守之前教我武功的约定 华山派的心法紫霞神功 他所掌握的天魔神功只能传授 魔教教主和小教主 不能外传 但是紫霞神功也很优秀 也能保证你不后悔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 我的功力稳步提升 狩猎最低级的哥布林也更容易了 现在我的功力只差一 便能成为二级战士 这样的修炼速度 还是得到了唬然的凡尔赛 没想到我亲自教你才达到这个程度 还真是没天赋 在这初神的世界 一只怪物猛然出现 手中大棒就要砸落 少年猛的后跳 躲开这次攻击 看着眼前出现的怪物 少年紧张的四处张望 只因这怪物是群居生物 观察过后 确认只有一只 少年猛然出枪 一枪便将怪物解决 看着怪物倒地的身影 少年内心充满疑惑 这种怪物一般不在这附近徘徊 这家伙从哪来的 此时林子里突然走出一个人 少年下意识攥紧手中长枪 男人赶紧抱拳解释 再下云凯隆 想请少年帮个忙 最近这种怪物在附近新建立了一个故事 他们作为多端 不仅掠夺周围村庄 还杀害初级冒险者 于是他想邀请少年加入这个团队 一起讨伐这群怪物 这次讨伐任务每人大概70万左右的报酬 这种丰厚的酬金可不常见 少年欣喜地加入进去 除了讨伐主力五个人外 还雇佣两个入门及脚夫 来运送行李及战利品 在前去讨伐的路上 少年了解到这个部落大概有50只怪 随行的脚夫很是自信 这些怪物又笨又蠢 速战速决 然后准备收钱就行 而这时云凯隆也做出此行战略 所有人分成两组讨伐怪物 在部落外发射诱饵 将怪物引出部落 然后逐个击破 我们很快便来到怪物领地边缘 就在这里分成两组行动 这个男人看起来正气凌然 背地里竟如此阴险 就在刚刚 我们来到怪物部落最外围 拉响信号弹开始引诱怪物 没想到他竟然享用没有战斗能力的脚夫 前去吸引怪物 脚夫听完后下的脸色都变了 少年默默站了起来 我过去吸引怪物吧 你有什么意见吗 被信号弹吸引的怪物有13只 少年从埋伏的草丛猛地窜出 一枪伐过 干脆利落解决一只 手中长枪顺势横扫 砸到另一只怪物头上 还剩下11只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爱管闲适 善心大发 还是出于同情 我跟脚夫并没有多少交情 也不怎么熟悉 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入门级 这就是我要帮他的理由 看着冲来的怪物 想起未吃虎然教导长枪使用 拉远距离 刺穿对手 手中长枪猛然分成三道闪电向前刺去 一下解决掉三个 所有怪物都被少年吸引 云凯隆也开始行动 从怪物后方发起偷袭 在少年长枪刺进最后一名怪物胸膛 场上是三名怪物无一信念 接下来就要与另一队会合 会合后 云凯隆与对面刺客互相交换眼神 刺客直接出手 将队伍内法师刺杀 云凯隆也绕到一人身后 灰剑就要将其斩杀 早已有所准备的我一枪将剑挡下 因为我早已想起 上一世 他就是为了独吞酬金 在中途干掉了自己的同伴 见我能挡下他的攻击 云凯隆也有点出乎意料 但他根本不给我反应时间 猛地向我冲来 虽然他是二级武士 但经过忽然训练的我可以识破 他的进攻方向 看他现在的动作 这次应该是斜切 那么 我就要利用长枪现一步进攻 长枪刺入云凯隆胸口 并未深入 便被他用剑隔开 可我早已在枪头荼毒 虽然不致命 但却可以让他再拿不起剑 见我难以对付 云凯隆将目标转到脚夫身上 挟持脚夫想换一条生路 少年只感觉这家伙蠢到家了 你挟持脚夫跟我有什么关系 见少年向前走来 云凯隆越发慌乱 这时脚夫好像想通了什么 露出一丝微笑 身腿将云凯隆绊倒 用自己身体将云凯隆压住 恼羞成怒的云凯隆疯 将剑刺入脚夫身体 而这时我也来到云凯隆身前 手中长枪狠狠向云凯隆刺去 夺去他的生命 另一边的老者以重伤的代价 解决了那名刺客 少年重生者的身份终于被人试过 那人正是他的朋友 未来的天魔 未吃虎然 虎然来到这个世界后 不停地穿梭在这个城市 想要理解这个世界 他发现被召唤到这里 他们大多数都十分可怜 这些虎然能够理解 因为人类除了消灭层子 在杀死一只独立之前 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 更不要提冒着生命危险 去猎杀其他生命 这件事并没有能力 但是你被召唤来的第一天 就开始进入森林狩猎 就算杀人也没有半点心理 海燕 我交给你的武器 最多能学会三四场 武学天赋差的要求 却能在短时间内 将枪法列你无法成心 更不要说像内功施展不熟 不法不灵活这些心理 常常犯的过 在你身上都没做 到底是什么来的 少年只能假装 听不懂谷然在说什么 谷然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 朋友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 可话一出 两人陷入长久的承诺 还是少先开口打破这些人 身为朋友 一定要知道别人的秘密 太过分 你认为朋友指尖就是这样吗 谷然文言也有些意外 很快他就想到 可以跟少年交换秘密 可依旧遭到少年聚 便决定再加上一文学术 不明相反不法 跟少年谷说 少年度有冷笑意识 自己天赋太差 就算学了也不会有太大诚 听到这里 谷然下地某种的意思 既然这样 那我把我两层内功给你 文言少年有些不敢相信 内功可是武林人士强大的根本 凭借内功 武林中人可以获得异于常人的能力 不敢相信只是一个秘密 谷然竟然如此之子 为此付出两层功力也要得到 谷然开口说道 我认为的朋友 应该知道彼此的秘密 再说 是我唯一的秘密 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少年终于被谷然的成衣所打 决定将自己的秘密拖爬不出 再交换秘密起 少年希望谷然能够保证 听完秘密后不会杀死少年 放心 我绝对不会对我朋友出手 见少年答应交换 武林决定先展示自己的秘密 必把扯下自己的头 如你所见 不是女生 这个消息直接将少年下落 武林却慢慢说道 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当魔教教 不仅希望我能继承教教 所以从小便让我委屈成来 看着少年时时没有公开 武林不由出言推出 我的秘密就是这个 现在轮到场 少年怎么也想到 跟他在一起睡了快一个月 竟然是一名女 好在少年 快调整好吧 将自己最大的秘密 获得出 是 重生者 少年怎么也想不到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虎然 竟然是一名女子 就在刚刚 虎然用这个秘密 加上两成内功 交换到了少年最大的秘密 少年是一名 重生者 这么离谱的秘密 没想到虎然还是相信了 毕竟在这个世界穿越 都是家常便反 更不要说一个重生了 得到秘密的小虎然 立马对少年展开辈子 你这两辈子加起来 都十几年了 实力怎么还这么差 少年对虎然扎心的话感到无力 就在这时 虎然突然站起来说 把其他问题先放一放 现在开始 先给你传授内功 虎然的内力在少年体内游走 了解到少年体内预计了许多杂志 但是 十四岁学武还不算太晚 现在我先将你体内杂志逼出 再传给你两成内力 不过 这两成内力你能吸收多少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随着虎然一掌拍下 浑厚的内力进入少年体内 开始给少年洗经伐水 传完功后 虎然早已累得满头大汗 少年有些不可思议地感受着自己的变化 这两成功力自己大概能消化一半 就是这一半的功力 也比自己前世修炼一辈子都要多 就在这时 虎然也因为消耗大量内力虚弱的贪腾在床上 少年对此很是疑惑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你为什么要做到如此地步 这却遭到虎然重拳出击 你不要觉得抱歉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如果说非要找一个理由的话 我不希望我唯一的朋友 像前世那样虚度终生 看着少年抚摸自己疼痛的脸颊 虎然玩心大发 一下把他扯到床上 让他讲一讲虎然前世的故事 上一世 虎然凭借强大的实力 在爱丽亚大陆称霸 可惜只称霸一个月就消失了 虎然对此并不意外 他最渴望的就是自由 那被父亲和未来教主头衔所压着的自由 消失的那几年自己一定是在环游世界 体验着这来之不易的自由 同时能遇见你这样的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少年也被这句话弄得害羞起来 紧接着虎然就表示 他在一个月后就会离开 他要去享受自由 享受这个世界 在这之前 你要先学会我教你的枪法 虎然又询问起少年前世的经历 那晚他们聊得很是开心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现在到了即将分别的时刻 也是检验少年这一个月学习成果之时 少年也知道这次对决之后 虎然就要离开 打算使出全力 虎然却对此胆到疑惑 你当然要使出全力 就凭你的实力 难不成还想让着我 文言少年立即破防 挥起长枪猛的刺向虎然 谁知虎然轻轻挥手 便拦下少年刺来的长枪 你行不行啊 要不我先让你二十招 虽然少年得到 为持虎然的两成内功 也成功在一个月内 修炼到二级武士 但是没想到 为持虎然只凭借右手 便将少年招式全部挡下 这就是顶级高手吗 少年只能拼尽全力进攻 可彼此巨大的差距 让少年有些灰心 可少年并未放弃 提起长枪再次冲了上来 即使七十八十九招 尽数被虎然挡下 只剩最后一招 少年终于突破虎然的防御 长枪直刺虎然的面门 啪的一声 手中长枪刺中虎然留下的幻影 真正的虎然早已闪现到少年身后 少年终究还是输了 却也因此与虎然定下十年之约 十年后虎然必定会变成一个火辣妹子 到时候再次比试 如果赢了就让少年黑黑黑 少年文言脸色立马红了起来 虎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行李 与少年告别 十年之后再见吧 十个月后 少年终于拿到斗兽场冠军奖品 能够提升魅力的灵药 圣灵丹 少年当场就服下了他 这样下来 吉纳比斯的机缘都被少年收入囊中 接下来 少年将踏上新的征程 前往苦修之地 莫斯山 在这座山里 所有人都要背负禁令 以此来磨练自身 就这样 少年抵达莫斯山 在大祭司哪里领取了两个禁令 一个便是沉重感禁令 不管是身体还是身边所有物体 都会让让少年感到无比沉重啊 另一个便是关于味觉的禁令 所有吃下嘴的食物 都会变得十分恶心 不仅仅是味道 就连口感都会变化 少年没想到禁令的修行 竟会如此残酷 现在这种状态 体力消耗巨大 食物又难以下咽 要不还是放弃吧 想起与唬然的约定 少年还是强忍着禁令带来的恶心感 大口吃着带来的面包 开始补充体力 这座山昼夜温差巨大 野兽们也异常凶猛 好不容易碰到一只野鹿 少年想冲过去猎杀它 野鹿都被吓得闭上了眼睛 等了半天也等不到少年的长枪 小鹿睁眼望去 少年正慢吞吞向小鹿重来 少年只能眼睁睁看着小鹿离去 一个星期下来 少年只靠随身携带的水和面包冲击 因为身上的沉重感禁令 少年根本无法正常打猎 正当少年无助之际 一颗石头丢了过来 少年转头看去 一位白发少女正在向他挥手 少女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禁令 用手势表达自己无法说话 随后便将刚刚逃走的路人给了少年 他在地上写字与少年交流 我已经观察你好几天了 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所以我帮你抓了他 放心吃吧 少年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询问如何报答 少女写道 不用回报 因为我仍美心善 每当少年遇见麻烦 仍美心善的少女总会给他帮助 少年尝试询问他的名字 却被惊讶的目瞪口呆 白笑谷 少年早有耳闻 他在上一世也是一位名阳天下的武士 又因极为擅长轻功 被人称为白色闪光 但少年并不是惊讶于此 还是死在天魔 为持忽然之手 就在这时 少年突然看见白笑谷手臂上 又出现一个禁令 原来在这座山里 每过半年 就会新增一个禁令 白笑谷新出现的禁令 让他的左臂毫无知觉 少年询问白笑谷 想知道其他修行者都有哪些禁令 白笑谷起身要少年跟他走 看着白笑谷离去的身影 少年不禁有些无力 身上的禁令让他举步艰难 不过转瞬间白笑谷就回来了 因为他已想起少年的禁令 不等少年同意 便一把将他捞起 放到自己肩上 来到禁令聚集地后 少年便被熏得捂住口 一切都是因为红发少女的禁令 禁止梳洗与换装 旁边还有一个禁令是视觉的老者 少年此刻已经被惊呆了 虽然他们现在是无名小族 但在不久之后 就会在埃利亚名声大阵 从老者口中少年了解到 这座山虽然会及各路人马 但战胜极限并坚持半年的只有四个人 他十分期待少年的表现 因为从一开始背负两个禁令的 只有白笑谷恨 少年此刻却充满疑问 这里只有三个人 而修行半年以上的有四个人 那个人是谁 听到少年询问第四人 所有人都不愿提起 只是让少年远离对方 转眼过去四个月 每当少年逐渐适应禁令的时候 身上的禁令也越来越强 虽然身体越来越沉重 食物也越来越倒胃口 但少年在禁令的压制下 也越来越强 这里虽然残酷 但对于实力的成长也是飞快的 少年在这里白天练习枪法 晚上修炼紫霞神功 日子过得十分充实 就在今天 少年终于碰到 所有人都不愿提起的第四人 弗拉米 所有人都告诉少年 不要去见弗拉米 只因他是一名真正的天才 以打击别人来取乐 少年终于理解那三人的感受 想要赶紧远离弗拉米 就在少年离去之时 弗拉米开口让少年 拿走自己的长枪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中长枪早已被弗拉米拿到手中 兵器被夺对习武之人来说 可是七尺大辱 可没想到弗拉米反手 便使出少年练习的枪法 强大的威力横扫整片森林 弗拉米是这片大陆真正的天才 无论是他们钻研的魔法剑术或者轻弓 弗拉米只需看一眼 便能完美复制 更是能升华招式 效果比原来强出百倍有余 这等天赋 即便是喂吃虎燃也未必能做到 拥有这等天赋的弗拉米 最大的乐趣便是去取笑那些努力修炼的人 你们不管再怎么努力 我只要看一眼就能赶上 为什么你们不能像我这样了 少年付出的努力 在真正的天才面前不知一体 他痛恨上天的不公 没给他一点学武的天赋 少年也知道 身为普通人的自己 要想追赶上天赋绝顶的那两个人 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他的这份不甘成功吸引了掌管这座山的神力 考验女神莫斯 在这座山上 得到的禁令越难 便越容易得到莫斯的庇护 没想到莫斯一眼就看穿少年重生者的身份 告诉少年 所有人的命运在出生时早已定好 而那些打破规格 摆脱必死命运的人 则被称之为超越者 像少年这样不是超越者 却打破英国法则的束缚 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巨大的罪孽 此后会遭受很长时间的痛苦 少年咽下口水 此后的事情无所谓了 我要变强 再给我增加禁令吗 当白孝谷再次找到少年时 少年正躲在树下瑟瑟发抖 只因少年又增加两个禁令 一个剥夺少年全身的热量 不管少年怎么靠近火堆 都无法驱散身体的寒冷 还有一个梦之禁令 少年只要一睡觉 来自地球的记忆 父母 朋友 童年时的恐惧与不安 都以最坏的样子出现 破坏着少年的梦境 睡眠将不再是他的休息方式 禁令剥夺了少年的安宁 白孝谷只感觉他是一个疯子 小小年纪就能达到这种境界 未来肯定能够追上那些天才 但只有少年自己知道 他并没有任何天赋 想要追上那些天才 就必须加倍努力 白孝谷也被少年的信念所打动 决定将自己的最擅长的轻功 无影脱魂 传授给少年 这本无影脱魂可以让人的手脚无比零 完全不比虎然传授的紫霞神功和九天枪法差 少年完全不懂白孝谷 为什么要做到如此地步 白孝谷只是看着少年微笑 当然是因为我人美心善 当晚少年便陷入梦之禁令 来到与虎然相约的十年之后 少年的枪法依旧被虎然单手挡住 拼尽全力使出的最强枪法 却在虎然强大的实力面前 显得那么无力 这就是你努力十年的结果吗 太让我失望了 我不该传授你内功 让我这十年的希望和努力都白费了 我要收回给你的东西 随着忽然手掌的落下 少年也从噩梦中惊醒 两年未曾洗澡的斯嘉丽 找到少年只为观看他的禁令 一切都是因为白孝谷前去求情 未来的大魔法是斯嘉丽和见鬼独尹奎 决定前来帮助少年变强 斯嘉丽打算教导少年魔法 一介之人学习魔法异常简单 只要有魔法卷轴 便能学会魔法 卢尹奎则是教会少年典学的手法 帮助少年抵抗热气禁令的清洗 一年过后 弗拉米再一次找到少年 少年始终不理睬他 只因少年早已获得听觉禁令 可怕的噪音无时无刻不再折磨少年 不过 这噪音也成功盖过弗拉米说的风凉话 见少年一直不理他 弗拉米夺过少年武器 他在少年面前展示自己强大的内力 只有顶级和爵士高手 才能将内力依附在兵器上 使兵器破坏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再一次嘲讽少年 这招你一辈子都学不会 少年对此却并没有生气 我并不会因为没有天赋而绝望一辈的 也许在你看来 我的努力一文不值 不过 我会以这种方式蜕变下去 不管要花多少时间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那傲慢的嘴脸尝尝这枪的滋味 身上的禁令让少年每日徘徊在生死之间 可他依旧每日练习枪法 他同毒隐葵切磋 接受白笑谷指导 随着少年越发强大 身上禁令的效果也在增加 少年用这样的方式 一点点滴往上攀爬 就在今天 少年突然被莫斯召唤过来 心中充满疑问 明明还没到增加禁令的时候 而这是考验女神开口 恭喜你完成莫斯山的考验 原来弗拉米的存在就是莫斯山的考验 他的任务便是给前来这座山修行的人 带来绝望 那些天之骄子面对弗拉米 只能仓皇逃避 而少年虽然本领微不足道 但他变强的决心却异常坚定 甚至自愿接受更加残酷的考验 弗拉米始终无法令少年绝望 莫斯让少年不要向其他人透露弗拉米的身份 否则便将面临神的怒火 因为少年还要在这座山中修行 完成考验的奖励会在少年离开的时候发放 随后莫斯转过身子 表示自己有些话要对少年说 在埃利亚是没有偶然的 因果法则的存在 便注定了一切皆有因 既然你能回来 便有一定要回来的理由 你要做好准备 不要姑父这次回归 话音刚落 莫斯面前空间开始崩裂 莫斯只是抬手对着破裂的虚空说道 这里是我的领域 破碎的空间开始慢慢修复 莫斯疲惫地让少年快去休息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不等少年回复 便挥手将少年传送出去 不久之后 少年选择嗅觉作为第六个禁令 那种感觉就像故意把头埋进 两年不洗澡的斯嘉丽头发里 就在这时 一直帮助的白孝补 前来向少年告别 人美心善的少女终于决定离开 少年对此很是不舍 如果没有她这几年的照顾 少年可能早就饿死了 少年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白孝补离开后 斯嘉丽和独颖魁也走了 这座山里只剩下少年一人 久违的孤独萦绕着少年 回想起曾经冷漠刻薄的自己 少年终于明白 一人不成重 独目不成灵 没有他们的帮助 少年绝对活不到现在 在这一瞬间 少年身上的禁令仿佛全部消失 那是一种短暂而愚未悠长的解脱感 平时习以为常的风景也变得不同 少年的心境也迎来一次蜕变 七年之后 白孝补便会被为吃虎然杀害 为了报答白孝补的恩情 少年必须阻止这件事发生 少年只剩下七年的时间来阻止这场惨剧 虽然少年的修为在日益精进 但这还不够 想要更快地变强 就需要更残酷的禁令 视觉禁令 少年的世界变得一片漆黑 黑暗的世界里传来的只有刺耳的噪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噪音就像蝉鸣一样 蝉的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十年 才能迎来生命的狂欢 少年如同蜷缩在泥土中的幼虫 只在蜕变的那一刻 当少年熟悉黑暗中的一切时 也到了他结束考验的时候 考验女神收回他身上的禁令 少年的身体变得轻盈 长期围绕的寒意也彻底散去 视觉听觉嗅觉也恢复正常 而一旁的女神莫斯 却在纠结给他什么奖励 少年在这座山里待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少年克服各种禁令实属不易 虽然为了变强而增加禁令的人不少 但大多数不是立马放弃 便是命丧于此 所以莫斯打算将奖励的选择权交给少年 询问少年想要什么样的奖励 文言少年立马想要改变自己习武的天赋 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 少年思索片刻 想要改变白孝谷的命运 就必须变得更强 留给少年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你可以给我我需要的东西吗 莫斯略意思考便得出答案 你需要的东西不就是时间吗 他给了少年自己的印记 让少年前去德雷默 寻找时间之神 戴尼勒 他会给你更加残酷的考验 能不能有所收获 便看你自己了 这便是通过弗拉米考验的奖励 接下来便是你在此修炼三年的奖励 便是成为爱来玻璃工会成员 红发男子礼貌地向少年问好 这家工会可以帮助客户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 就连灵要武功也能在这家工会买到 就连神明也是这家工会的常客 少年果断选择加入 作为入会礼物 红发男子将少年衣服发行 都做了修补 随后鞠躬告辞 如有需要 可以随时在心里召唤我 少年与莫斯告别后便打算离开这里 临走时莫斯提醒他 不要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 少年在山内苦修三年 刚下山便遇到狼人打劫 少年闪电般出枪将他们解决 三年的修行早已让他踏入顶级高手的层次 也成功领悟出剑气 在别人眼里他可能是的天台 但这都是他抓住各种机会 历经苦修换来的 自己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少年此行的目的便是 被一名拥兵偶然得手的铠甲 魔法铠甲 德夫纳克 这套铠甲直接让这名拥兵从二级武师的实力 瞬间变成顶级高手 身为顶级高手的少年如果得到这副铠甲 说不定可以成为绝世高手 少年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半年后便会开始围剿黑魔法师 在此之前 少年要以拥兵的身份参与进去 拥兵会长见他年纪小不小收他 少年只能借用旁边吃饭用的刀叉 向会长展示自己强大的内力 会长见状答应少年入会请求 虽然少年是顶级高手 加入拥兵会便会获得S级拥兵的职位 但是为了防止少年是只会修炼 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小白 所以要接受拥兵工会的考察 只要完成考察便能成为S级拥兵 拥兵会长派出的任务便是讨伐食人魔 他们的皮肤不仅能够抵抗魔法 普通的刀剑也无法在上面留下一丝痕迹 为了考察少年的实力 拥兵会长安排另一名S级与少年一同执行任务 他们来到食人魔出没的森林 发现有些不对 食人魔体型小到三米 但这座森林的食人魔却放弃了到手的食物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远处传来的吼声打断他们的交流 两人确认目标后 抽出武器迅速向前 看到远处正在破坏的巨大身影后 两人不由地待在原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根本不是普通的食人魔 而是食人魔的变种 屠夫 它的爪子比食人魔更加锋利 皮肤防御性也更强 这种生物是以终极物种为目标 而创造出来的魔物 视人为打破物种界限 将不同物种融合而成 哪怕最低级的哥布林 融合之后任务难度至少是B级 如果原形是食人魔的话 就算是S级佣兵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看着屠夫袭来的身影 男人早就吓破了胆转身逃跑 而少年却待在原地 就在这愣神的一刹那 食人魔放弃手中的数目 换成拳头向少年轰来 就在拳头即将打中少年时 修炼三年的轻功出路锋芒 无影脱魂 一世 一步无痕 只在瞬间少年便闪现到屠夫身前 手中长枪叙事待发 九天五级枪一试 追魂一杀 长枪猛地刺到屠夫的胸口 但却没造成一点伤害 带有剑气的攻击 竟然都不能伤他分毫 这让躲在一边的男人都看待了 做好心理准备的男人刚想入场 帮助少年一同击杀屠夫 却遭到少年的阻止 只因少年决定要独自战胜他 手中的长枪如闪电般疯狂刺去 却依旧没能攻破怪物的防御 少年沉下心 决定从怪物的弱点进攻 只见少年凌空跃起 一枪扎入怪物眼球 巨大的疼痛使得怪物发狂 也成功将少年逼退 少年重新拿出一把长枪 看来这怪物也不是刀枪不入 怪物把刺入眼中的打枪捏碎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震惊了少年 只见怪物的眼球不断蠕动 只有片刻便挥复如初 一个小伤口根本奈何不了这个怪物 未打破物种界限 而拼接起来的怪物 防御竟然如此强大 顶级高手附加在武器上的剑气 也不能伤他分毫 就连最脆弱的眼球被刺伤 也能在片刻之间痊愈 看着再一次冲来的怪物 少年提起长枪再次冲了上去 凭借灵活的枪法与怪物对抗 他旋转长枪将怪物袭来的攻击化解 趁着怪物攻击落空 闪身来到怪物侧面 使出全力将长枪扎进怪物膝盖 果然怪物的关节部位异常脆弱 这一下便将怪物打得跪倒在地 少年趁机刺穿他的另一条腿 并顺势将长枪留在怪物体内 就算怪物恢复能力惊人 插在伤口内的长枪 也能有效组织他的恢复 少年再次掏出一柄长枪 这次 少年瞄准怪物的嘎吱窝 狠狠一枪刺进去 再次废掉怪物一条手臂 丧失行动能力的怪物在少年面前 就是一头带宰的羔羊 再次施展九天五级枪 手中的长枪如同闪电般刺出 幻化出无数残影 怪物面不改色 在少年眼中无比之慢 长枪横扫将怪物击飞 闪身来到怪物头顶 将怪物双眼扎穿 结束了怪物的生命 成功击杀变种食人魔的战绩 理应成为SS级佣兵 但是工会没有一上来 变成为SS级的县命 会长只能先安排他成为S级佣兵 加上4700万的任务酬金 看着到手的4700万艾尔 少年感觉很不真实 前世拼命完成各种任务 得到的还不到100万艾尔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要怎么花 这时少年突然注意到 自己手中的志士长枪 如果对战食人魔时 手中的长枪如果更好一点 说不定就能更轻易地刺伤他 如果与人战斗 手中的武器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想到这里 少年召唤出奈伯 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 预算4700万来定制一把武器 奈伯却说他们工会的铁匠 都是顶尖的 4700万的预算根本不够 如果您愿意用灵魂抵押的话 说不定可以带出很高的金额 可惜少年并不想抵押自己的灵魂 询问奈伯能不能讲讲价 奈伯查看工会报价后 正好有一位可以联系上 然后随手撕裂开空间通道 是一少年进入 让少年和铁匠单独去聊 空间的镜头是一名精灵女孩 少年把想要打造一柄 忠实长枪的想法告诉女孩 女孩却要少年展示自己的枪法 因为女孩必须知道 少年使用什么样的招式 来做出最适合的武器 这个女人沉迷打铁400年 却从没人让她打造兵器 只因她是精灵一族 不玩弓箭 却喜爱上打铁 虽然起点比不上天生铁匠的矮人 但她400年的努力可不是白费的 单论铸造的实力 精灵少女并不比矮人大师要差 只不过想要让她打造兵器 就必须展示自己的武功 因为她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武功 来铸造相应的武器 一般的武士早就起了疑心 掉头就走 只因随便展示武功 可是武林中人的禁忌 没想到少年愿意相信她的说法 将自己的武功展示给精灵少女 这也让精灵少女很是满意 决定给少年做出物超所值的武器 只不过武器成型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需要少年耐心等待 少年打算先消化对战食人魔的感悟 在与食人魔对战时 少年的有时会自己动起来 那应该便是第六感 虽然很强大 但也不能光靠她 感觉之间的不平衡 可是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少年再一次来到拥兵工会 想要见见自己击杀的食人魔尸体 前世食人魔并没有被人发现 要么是没人接受任务 要么便是接受任务的拥兵被食人魔干掉了 能制造出这等食人魔的 恐怕便是半年后讨伐的黑魔法师 少年击杀食人魔 不知道会不会改变未来 所以他想调查一下尸体 来到工会地下后 这里也有一个男人正在用黑魔法调查食人魔 身为黑魔法师的他一眼便看出 少年身上因果法则完全错乱 不等少年自我介绍 男人便拉起少年手掌 开始热情地套进虎 可少年不想搭理他 只想知道食人魔的尸体有什么情报 未来变了 想要获得那套铠甲 少年需要更多的情报 男人见状将自己查出的结果告诉少年 如你所见 食人魔死了 详细的情报也无从查起 但是这个食人魔身上有很多高级魔法的痕迹 能制造出这个食人魔的 一定是一名大魔法师 而且他的嘴也被封上 对方应该想要用饥饿来测试食人魔的实力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身上的秘密吗 你身上的因果法则完全是错乱的 少年很是吃惊 他无法相信这个刚认识的男人 没想到这个男人为了得到秘密 不惜发下誓言 只要有所违背便会立刻死亡 正好少年也想了解自己的情况 而且他都发下魔法誓言 这正好是了解自己的好机会 少年向男人坦白自己重生者的身份 没想到男人立马明白 少年违抗了最基本的法则 生与死积攒了很多罪孽 所以因果才会错乱 而且 没想到此话根本无法说出 哪怕只提了一个字 男人已经蹊跷流血 要是说出来的话 男人恐怕会当场丧命 离开地下的少年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重生的谜团 女神莫斯无法开口相告 就连知晓谜团的黑魔法师 也被神秘力量弄得蹊跷流血 无奈之下 少年只能带着疑惑离去 没走多远 便被一名少女叫住 女孩正是莫斯山两年没洗澡的斯嘉丽 看着这充满活力的少女 少年始终不能将她与莫斯山上的形象联系到一起 但斯嘉丽只是过来提醒她 不要和黑魔法师纠缠到一起 他们就是一群疯子 并且告诉少年 在工会遇到麻烦可以找他帮忙 在那之后的三个月 少年和另一名S级佣兵鲁德组队 疯狂讨伐魔物赚取佣金 少年很快就和他成了朋友 同时 少年独自战胜变种食人魔的消息 也在被亨阁传开 吸引到火焰佣兵团的注意 他们的团长是被亨阁仅有的三名SS级佣兵之一 是能熟练运用少林百步拳的顶级高手 也是少年前世最仰慕的男人 而现在他向少年发出邀请 希望少年加入火焰佣兵团 只要少年签下这份绝对服从命令书 便能得到少林寺的灵药 服用后可以增长内功的小还丹 要是少年说出自己的武功口诀 更能得到副团长的职位 少年怎么可能在这种卖身器上签字 直接就拒绝了他 这也遭到他的记痕 打算有机会就报复少年 少年的朋友建议少年直接离开被亨阁 只因火焰佣兵团团长疑心很重 佣兵团里一级以上的人 都要牢牢控制在他手下 曾经自己也接到他们的招揽 拒绝了 就再也没在这座城市接到过任务 鲁德想要邀请少年一起去别的城市发展 但远处传来的讨论却引起少年的注意 制造变种食人魔的黑魔法师被人发现了 要建立征讨队进行讨伐 而讨伐的主力正是火焰佣兵团 没想到少年的担心终于变成现实 因为少年干掉变种食人魔 工会开始调查黑魔法师 发现地下城的时间比前是提前了三个月 少年赶紧找到精灵少年 想要拿到自己的武器 这三个月来 少年挣到的钱全给了他 铁匠少女为了留住这个常客 用的材料也都是最好的 拿到武器的少年马不停蹄地赶到地下城 在入口处碰到了钱来争讨的主力 火焰佣兵团一碰面 他们就上来嘲讽 在这次讨伐过程中 绝对会对少年重点关照 少年的朋友德鲁也遭到他们的羞辱 德鲁根本没必要参加这次讨伐 他应该是因为担心少年才参加的 这次讨伐队一共27人 火焰佣兵团有一名SS级 三名S级 五名一级参战 另一名SS级便是佣兵工会会长 少年相信他绝不会草率行事 少年刚拒绝火焰佣兵团的邀请 就要和他们一同参与讨伐任务 火焰佣兵团当即表示 要在讨伐过程中重点关照少年 为了得到魔甲 少年只能铤而走险 没想到刚进地下城 探路的先锋正时 便被魔物秒杀 迎接他们的更是数不尽的魔物 这些魔物无一例外 全部是人为融合的 面对无数的魔物 吉伦依旧面不改色 这些怪物在他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历经一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清理完这些怪物 佣兵也牺牲了11名 而火焰佣兵团 在吉伦的庇护下无意牺牲 能在混乱之中做到这一点 他的实力无庸置疑 幸存的一级佣兵中 只有一位不是火焰佣兵团的人 好在作为主力的两名SS级佣兵没有损伤 还能继续征逃 继续前进的路上 却没有再碰到魔物 一扇巨大的石门出现在他们眼前 石门里面是一间书库 SS级会长也用魔法检测 没有陷阱 决定分开探查 少年看到屋内布局后不由一喜 上一世得到魔甲的人 就是在一间书库里触碰机关 得到了这件铠甲 少年来到书架面前 一本接一本的翻找 突然间一个密道出现在少年眼前 少年找到密道的动作 也引起了吉伦的注意 吉伦一脸嬉笑地夸奖少年真有本事 竟然能找到密道 殊不知少年表现得越好 吉伦内心的杀意便越大 拥有这等天赋的人 说不定哪一天便会超越自己 如果不能将他收入麾下 就得趁他弱小的时候将他处理 下一刻百步神拳猛然挥出 好在少年反应迅速惊险躲开 德鲁也一直关注着少年 看见少年陷入危险 立马挺身而出 可他的实力还是不够 直接被吉伦丢了下来 打算就在这里将他们两个人解决 少年两个人面对吉伦还是没有胜算 只能抱起鲁德向密道深处狂奔 只要能找到让使用者实力大幅增长的铠甲 那么这场战斗就有胜算 密道深处果然有少年寻找的铠甲 而这时追击的吉伦也到了 德鲁运转全身的功力 想为少年争取时间 谁能想到吉伦的这一拳 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 看着朋友死在自己面前 少年已经顾不得那件铠甲 提起长枪便要为鲁德报仇 可彼此之间的实力依旧存在巨大差距 被吉伦一拳打飞出去 好在少年在最后关头用武器抗住了吉伦的攻击 吉伦也注意到这一点 想要夺走少年的武器 殊不知刚才的攻击 已经让少年的鲜血溅到铠甲之上 任主的铠甲缓缓向少年身上附着 强大的气势直接逼退了吉伦 穿上铠甲的少年浑身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让感受到危险的吉伦迟迟不敢向前 铠甲散发的气息只持续了几秒 便消散得无影无踪 这让两人都有些搞不清状况 少年终于得到魔法铠甲 本以为有着魔法铠甲的加持 可以与吉伦平分秋色 没想到少年的内功和身体都没有任何变化 只能在吉伦的进攻下仓皇躲避 吉伦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 就在少年坚持不住之时 一个黑影出现在少年与吉伦之间 抬手便挡住吉伦的进攻 并设下防御 吉伦很是吃惊 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打不破神秘黑影的防护罩 黑衣人早已看出少年 虽然得到了德夫纳克铠甲 但并没有与铠甲结底契约 被英国法则扭曲的灵魂 可是个不错的忌品 与此同时 其他讨伐队的成员 听到这里的动静急忙感来 正好碰到了黑衣人 黑衣人只是抬起一根手指 一束恐怖的光线便击穿了 身为SS级魔法师的拥兵会长 地下城的出口也早已毒死 讨伐队能来到这里 全是黑影有意为之 神秘黑影找到了 比诗人魔更好的忌品 如此一来 我的夙愿很快就能实现了 只要将少年献祭 黑影便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个女人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 但在黑影看来 女人很了不起 她们可以创造很多炼金师一生 都无法实现的奇迹 为了成为女人 黑影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是都失败了 她对魔法感到绝望 献祭了自己的灵魂与肉体 获得永生 想要用无限的时间来寻找答案 她终于找到答案 不需要变成女人 也能创造生命的方法 随着仪式的发动 少年与黑影来到一处神秘空间 面前只有一颗巨大的眼球 随着黑影虔诚的祷告 少年也越加痛苦 可魔王的答复让人意想不到 拒绝祭品 她无法相信被英国法则扭曲的灵魂 这么有价值的祭品 魔王竟然会拒绝 还不等她询问魔王 便被魔王驱赶回到现实 恼羞成怒的 她直接掐住少年的脖子 这么有价值的灵魂 她为什么会拒绝你 黑影决定探查少年的记忆 强大的魔力涌向少年的脑海 当少年再次醒来时 黑影早已不见踪影 一道声音传入少年脑海 寻求少年帮助 她说自己是金色魔塔之主 如果少年能带她出去 便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少年经过声音的指引 找到了一息上存的劳埃德 这里有很激烈的战斗痕迹 就连火焰拥兵团团长也死在这里 劳埃德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 指向虚空中的心脏 这是黑魔法是制造出来的 非常危险 必须毁掉它 少年刺出长枪想要将它击碎 就在这时 黑色心脏忽然长出触手 向它报射而来 少年根本反应不过来 便被黑色触手击中 奇怪的是 黑色触手并未对少年造成伤害 而是与少年融为一体 黑魔法师想要读取少年的记忆 却被恐怖的力量反弹 遭受到魔法反噬 让黑魔法师受到重伤 他跌跌撞撞来到重伤的火焰拥兵团附近 想要依靠他们来补充身体的消耗 就在他吸收完两个人的生命能量时 一直装死的吉伦引起了他的注意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挣脱他的禁锢魔法 如果能把他的灵魂陷进了 说不定就能重新让魔王满足自己的愿望 就在黑魔法师畅想未来时 一直跟踪他的劳埃德出现了 他跟踪黑魔法师已有十年之久 如今黑魔法师身受重伤 正是替天行道的好时机 一直装死的吉伦像个狗腿子一样靠拉过来 想要帮劳埃德一起打败黑魔法师 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 黑魔法师只能用刚才还未完成的半成品来施展魔法 在黑魔法师全力驱动下 以心脏为中心瞬间长出人体组织与骨骼 片刻之间便长成一名女子 这便是黑魔法师研究一生的结晶 但这并不能阻挡劳埃德杀他的决心 一道金色的巨龙从劳埃德手中飞出 这强大的攻击再触碰到女孩是缓缓消散 劳埃德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女孩不用吟唱便能使自己的魔法无效化 但女孩的目光已经死死盯着吉伦 刚出生的她无比饥饿 急需血液来补充营养 而练武之人强大的气血 正是最好的养酸 吉伦毫无抵抗能力 便被少女夺走心脏 接着女孩旁入无人的张开大口 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 女孩慢慢舔尸手上残留的血液 又将目光转到劳埃德身上 这一战使得劳埃德身负重伤 准备施展最后的法术搏命时 黑魔法师却突然逃跑了 这便是那天发生的事件全貌 听完劳埃德叙述的少年后怕不已 好在那天劳埃德指完心脏后便陷入昏迷 没有见到心脏跑到少年体内 而现在的情况少年也不敢开口向他解释 跟劳埃德告别后 少年独自走在街上 本该死去的人 因为少年的重生活了下来 本该活下来的人却死去了 正在少年伤感之时 刚好碰见出来逛街的金石宇 让他研究一下自己的铠甲 看看是哪方面出的问题 经过金石宇的研究得出 魔甲是连接魔王的接口 如果一个人有成为顶级高手的潜力 那么魔甲就会激活这个人的潜力 让他成为顶级高手 这样的代价便是 此后灵魂会被魔王收走 而你穿上魔甲没有发生变化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你没有潜力可以被激活 要么便是你已经和比魔王强的存在签订契约了 没有签订契约直接穿上也可以 这件铠甲上面附着很多增益魔法 只要注入魔力便能在手镯与铠甲之间切换 关于黑色心脏的问题 金石宇也无法给他答复 作为黑魔法师一直以来研究的终极生命 如果他宿愿的结晶便是那颗心脏的话 也许那东西已经超越了魔甲的评级 少年吃下丹药 眨眼间便能吸收丹药药力 按理说 一旦服下丹药 必须打坐炼药药力 而少年还未运气 便能吸收小环丹所有药效 想起最近的变化 难不成是哪颗黑色心脏的功劳吗 少年将目光转向药力更强的雪灵丹身上 是不是黑色心脏的功劳 吃了他试验一下 吞服后的少年满眼震惊 雪灵丹的药力也被他完美吸收 现在的内功已经可以和爵士高手比肩 从吉伦身上得到的东西 现在就剩下三本秘笈 少年转眼间便想到解决办法 将秘笈还给少林寺来获取报酬 只因售卖这种秘笈的人太多了 很难卖出高价 不如直接还给少林寺 获取报酬还能得到少林寺的人情 再去归还秘笈的路上 少年再一次碰到斯嘉丽 没想到斯嘉丽在城市带的有些闷 想去山里散散心 正好与少年结伴同行 与此同时 逃跑的黑魔法师交给少年一项任务 让他去拿回留在山洞的另一颗心脏 可他直接与黑魔法师所指的方向背道而驰 虽然黑魔法师让他去另一个地方 但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吸引他前往别处 少女缓缓从森林中走出 来到少年面前 同时少年也感受到心脏的异动 而此刻少女早已凝聚好一笔大锤向少年砸来 跑在斯嘉丽及时施法 阻挡突然发起袭击的少女 强大的火焰瞬间便将少女幻化出的触手燃烧殆尽 心脏传来的异样 让少年猜测他就是黑色心脏创造的生命 少年不敢大意 瞬间便将魔甲照化而出 此时少女的手臂幻化成两条触手 朝着少年暴射而来 触手的力量远比少年想象的大 要不是灵药提高了少年的内功 估计早就被抽死了 在一旁准备魔法的斯嘉丽叫少年快闪开 巨大的火球从斯嘉丽手中飞出 面对袭来的火球 女孩张开五指 企图用手掌将火焰熄灭 虽然成功了 但女孩的手也被火焰灼伤 原来斯嘉丽早就感受到 女孩拥有很强的魔法抗性 便在魔法中混合自己专属咒术 一般的抗性在她的面前是没有用的 就在她得意之时 耀眼的白光在她眼前出现 好在少年及时将她推到一边 才性能遇难 少年从刚才的攻击中看到吉伦的影子 难不成她吃了谁 就能吸收谁的力量 少年再次冲了上去 面对女孩迅猛的攻击 少年只能被动招架 好在还有斯嘉丽的魔法 能让少年喘息片刻 女孩的身体被火焰烧伤 可眨眼就能恢复如初 她气得咬牙切齿想干掉斯嘉丽 可土里突然伸出两条手臂 死死抓住她的小脚 少年见有机会 迅速出枪直取少女心脏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女孩将双腿斩断挣脱开来 表面人畜无害的少女 背地里竟是吞噬人心的恶魔 就在刚刚 少年与斯嘉丽联手 只差一丝便可结束她的生命 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少女果断斩断自己双腿 侧身躲避 原本致命一击紧斩下少女一条手臂 便已再生 如此恐怖的恢复力 深深震惊着两人 但眨眼间斯嘉丽便想到了办法 就算恢复能力再强 也会有一个上限 只要将她的魔力耗尽 我们就赢定了 女孩听到斯嘉丽话语后 嘴角不仅露出三分击讽 紧接着庞大的魔力 从女孩体内喷涌而出 如此巨大的魔力 不仅让斯嘉丽有些绝望 就在这时 女孩又开始生成许多触手 仅用一击便将少年打趴在地 完全不给少年喘息时间 所有触手化作巨掌 向斯嘉丽袭来 这一次 少年绝不会让自己的朋友 死在自己面前 提起长枪死死拦住 触手所化的巨掌 少年的决心终于 使她的力量产生蜕变 附加在武器上的剑气 更加厚重 变成能够击碎一切的剑刚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女孩的手臂贯穿 这招强大的威力 也让女孩有些恐惧 转身便逃离了战场 使出这一招的少年 仅凭借一股 一直在支撑自己 剑女孩逃走后 少年终于坚持不住 倒了下去 当少年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四天之后 斯嘉丽告诉少年 这里是附近的村子 找这里的医生 用魔药治好了你的外伤 但你全身多处骨折 最好还是多休息几天 少年仔细感受自己的身体 发现自己骨折的伤势 完全不影响活动 不相信的斯嘉丽 直接上脚试探 少年再一次想到黑色心脏 这次又是因为她吗 看着少年沉思的斯嘉丽 开始询问少年 那个怪物小女孩究竟是谁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不准隐瞒 少年将自己获得黑色心脏的事情 告诉斯嘉丽 那神秘少女的目标 应该就是自己 为了报答斯嘉丽的救命之恩 少年决定请她吃饭 刚进饭店 便引来所有人的注意 只因武林人士 修炼到爵士高手层次 便会反复归真 身后的内功 完全不会外露一丝 少年虽然半只脚 踏入爵士高手层次 但他毕竟还没突破到那个境界 外露的气息 也被武林人士视为挑衅 就在这时 一位武林中人忍不住开口嘲讽 但斯嘉丽那受过这种气 直接开口与她对骂起来 骂不过的男人直接拔箭 给你们一个机会 给我道歉 却被斯嘉丽断然回举 不要 恼羞成怒的男人 直接从楼上冲了下来 一招立劈华山 是要将斯嘉丽劈成两半 就在少年刚准备动手之时 身在半空的男人 便被一枚钱币砸晕在地 这是一个长相俊美的男人 来到少年面前 血天魔白雨轩 狂天魔白元培 以及小天魔 卫尺虎然 并称埃利亚三大天魔 只不过因为少年年纪轻轻 便拥有超强武功 便被人错认成卫尺虎然 要与少年切磋 少年欣然接受 和高手比武的经验 说不定能够突破瓶颈 但是 只是比武的话有点无聊 俊美男子要给这场比武 添加了赌注 比如败者要成为胜者的地步 到达比武场后 男人的气势瞬间发生了变化 这股气势让少年兴奋的有些发抖 不愧是男弓世家第一后起之秀 前世他的名字少年也有所耳闻 感受到对方强大的少年决定率先出手 将对方拉进自己的节奏之中 男人手中的木剑散发出很强的吸力 引导少年的长枪走向 将少年攻击尽数化解 少年运转内弓强行将武器从剑上脱离 可男人一直保持近身战斗 让少年长枪的优势无法发挥 并且 每次兵器的碰撞 都会被对方用吸字绝将武器紧紧吸附 每次挣脱都会消耗少年的内力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少年跃到空中 施展九天五级枪第二时 分雷追杀 手中长枪化作无数残影向男人暴射而来 在这无尽残影 男人突然刺出一剑 准确找到少年的长枪 然后发力 将少年使多木枪击碎 虽然你的招式很精明 但你的长枪又不是真的变多了 这场比试 我赢了 愿赌服输的少年立马认他当作大哥 比完舞后 男人开始指点少年比武中的不足 虽然我们实力相差无几 但你应该很少和高手过招 虽然你基础招式运用得很熟练 但你对内功的使用太生疏了 这个问题只要你多积累 跟高手的实战经验 就能解决 随后男人邀请少年一起去少林寺 闻言少年有些惊讶 那正是少年此行的目的地 两人感觉真是有缘分 此时少林寺内早有三人等候多时 只因每年这个时候 四大家族都要给少林方丈勤安 他们分别是 四川唐门 诸葛世家 慕容世家 以及南宫世家 这四大世家实力相当 组成同盟后便决定 由少林寺方丈当建政 来挑选未来联盟的领导者 与三人闲聊几句后 南宫西元开始介绍自己新收的小弟 未及若冠之年便达到爵士高手门槛 与少年打赌 就是为在这三人之中抬高自己的档次 南宫西元见达到自己目的 便打算跟他们一起去找少林寺方丈 临走时告诉少年 可以在这附近休息一下 一旁的斯嘉丽不由取笑少年 真羡慕你啊 打说了还找了个可靠的哥哥 就在这时 一个僧人找到少年 告诉他 不由大师相见一下少年 少年前是只听说的他的绰号 怪佛 少林寺的怪僧一眼便看出 少年被超出人类理解的名在偏爱 懵懂得少年想要知道更多 却被大师带进一种奇妙的领域 大师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最北面 万年鸡血不化之地 你会在哪里知晓语气 话吧 少年从领域中退了 正在原地 大师却笑着打断少年成思 刚才的话并非出自我口 而是附身于我的神明 少年有些奇怪 明明是一心向佛的僧人 身上却附着神明 少年将少林寺秘籍拿出来 却被大师嘲误 那这种烂大街的秘籍 多少是想逃得很退 文言少年也有些担当 但大师还是给了少年一颗水 看着手工单样 少年很适应 看出少年疑惑的大师吃眼睛 果然如未吃土人说的语 改点还要操作 再次听到果然明知的少年追问大师 想打听土人的情络 但大师却让少年与身后分辨 没想到 少年在他手中就连三招也坚持 真是叹呆 明明修炼好 还是到处被人打 与他交手的智学意 便探出少年纪念符 难以云不运用身后的内功 大师向少年指示 你的心气体不平衡 见少年不等 大师便将自己的拐杖 向少年没什么往 少年的身体就如今现在的 两脚腿如果一般长 自然可以走路 可你现在心气高 体确低得离腿 如果放任不苦 三年之内必定走苦路 解决这件事最好办 便是打通你的任督二百 来让大师帮助少年的 正式喂吃虎 告别大师好 少年向智学询问 喂吃虎然的事情 那天17岁的虎然 来到小林寺 他所散发的气势 让众疯 之后的比武 更是让智学大师一击 智学派 比少年失败的时候还惨 他当时的境界苦怕 已经突破了绝世 文言少年有些不可思议 看来自己还需要 更加努力才能追上 接下来的时间 少年一直在接受智学的客户 到了第二年 少年放下自己的武器 这些东西象征着 过去凭借外务 走上快速变强道路的自己 现在的少年终于迎来 自身的强大 远比外务更强 见到少年放下武器 智学也十分高兴 细心教导少年武器 所谓武功 便是使用身体的工作 下于身体内心 在少林寺苦修两年半的时候 终于达到绝世高手 在离开前 指导少年的大师 教给少年一个任务 将这封信 并交给德雷默的华山派者 这对少年来说 只是顺路的事 因为莫斯所说的 时间之神也在哪 离开少林寺的少年 召唤出许久未见的那种 想跟他打听三个人的情报 少年想要知道 见鬼独隐 闪光白孝谷 以及小天魔 未知苦然的情报 少年从奈伯口中格施 白孝谷在鲁北 不待了接近一周 而独隐为四处找人急 现在正在前往 华山派的路上 正好少年也要去华山 说不定这可能对他见上了 最后便是小天魔 未知苦然 他以超凡的魅力 和武力吸引了 正直追求者 实力全部在 他的势力上 他的势力正在想 要不了多久 便会以卸空魔改宇宣发 却想通通的圣子 那就是却天魔 少年却打断了奈伯的 没错了 胜出的绝对是小天魔 他一定会 虽然少年很想跑去 本庄主还一定 可是距离他们的 十年之约还剩下两人 未知苦然会在 并光处待着少年 而少年也会遵守 两人的约定 运得更巧 当少年来到华山派门口 却被两名递捉起 少年赶紧两人来 自己是帮少林 四处以大师送信 听到少年的来临 他们二人 马上想起少年进 就在这 一到声音团来 打断少年进门的故事 没想到在山脚 碰到途径的故事 见过 吴颖颓 不等少年说话 吴颖颓便将他打了走 你来华山派是有事情了 你不用管我 进去吧 少年见到华山派门口 将带来的信件交给他 原来这次武林盟主脱位之后 华山派想让佛颖大师担任盟主 却被大师断然拒绝 早已料到此时的华山掌门 携手将信件丢掉 转头便告诉少年 足以女为修炼者 让少年不要离他太紧 离开华山派后 少年来到时间之神的宏地 没想到刚一见 时间之神就让少年 但是看到莫斯给予少年的意见 时间之神有些苦误 身为时间之神的 他最讨厌欺骗时间之人 因为少年的灵 这个世界的秩序都被染亡 因为重生的少年并没有跟前世 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 少年的每一个行为 带来的这个 会改进这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老头在慕年 终于误得绝世见到 凭借这份感悟 他坚信自己可以走到剑术之殿 可他太老了 不管再怎么努力 也回不到全盛时期 他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吸血鬼 希望以此重回巅峰 就在少年被赶出神殿之时 他也开始对华山派展开袭击 杀死华山派掌门青阳道长 得知消息的少年有些茫然 前世见鬼未能与青阳道长比武 最终放弃并离开华山 一年后 在地下城与卫尺虎然战斗死亡 心烦意乱的少年不知不觉 见再次来到华山 却被几名壮汉拦在山脚 原来他们几人在此地布下天罗地网 打算再次追捕见鬼 少年断然不敢相信 见鬼会坠入邪道 打算强行闯进去 找见鬼问个明白 就在这一处急发之时 一个黑袍人影叫停这场战斗 来人正是华山派请来的外员 黑魔法师金石宇 金石宇在这伙人中拥有很高的威望 得知少年来意之后 便同意少年的请求 不过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戴上他 少年与金石宇在森林中 寻找见鬼的踪迹 不多时便找到见鬼所杀之人的尸体 凡是被见鬼杀死之人 全部被吸成干尸 但金石宇仅凭一眼便看出 这不仅仅是吸血鬼的手段 还有邪法 吸星大法 这已经不会是华山派和见鬼之间的恩怨 整篇埃利亚大陆都会追杀他 就在这时 金石宇放出侦察的乌鸦飞了回来 他已经打探到见鬼所在之地了 看出少年紧张的金石宇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他在消息上动了手脚 让少年有单独面见见鬼的能力 不久之后 少年在森林中找到见鬼 也成功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如果我没告诉您青阳道长拒绝比武的原因 前辈您会怎么做 那样的话 我大概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转身就走吧 但是少年告诉见鬼青阳道长拒绝的原因 原来不是见鬼没有资格 而是因为他使用邪法 知道这个消息后 见鬼夜袭华山派将青阳道长杀死 他那猙獰的面孔也让少年感到恐惧 少年知道见鬼已经踏入一条不归路 曾经指导自己的慈祥老人 再也回不来了 见鬼的实力本身便比少年要强 如今更是获得吸血鬼的力量 想要赢得这场战斗 少年只能拖延时间 希望金石宇能联系华山派的道士 让他们快点过来 少年独自一人迎战见鬼 曾经指导少年的身影早已不在 见鬼只剩下嗜血的欲望与疯狂 少年不敢大意决定率先出手 长枪覆盖无间不摧的剑刚向剑鬼抱手而来 身经百战的剑鬼早已看出少年露术 挥起手中长剑 便将少年袭来的长枪打飞 同时双脚蓄力 向少年冲来 刹那间便冲到少年眼前 本该必杀的一剑 却只斩中少年留下的残影 对这身法十分熟悉的剑鬼早已料到 少年已经闪至自己身后 瞬间转身劈砍与少年长枪撞到一起 剑鬼强劲的力道震的少年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喷出 看着再次袭来的剑鬼 少年赶紧拉开距离 使用九天无极枪第三试 连连不绝的剑气瞬间便将剑鬼笼罩其中 剑鬼也从此招感受到威胁 闭上双眼全力感知 在攻击到来时成功避开 躲过致命一击的剑鬼放声大笑 谁能想到长枪会从脚下冒出来 这枪法真是奇特呀 如果我躲得稍微慢一点 脑袋恐怕就被击穿了 真羡慕你啊 没想到山上那个矛头小子都长这么大了 接下来我要认真起来了 不再轻敌的剑鬼将钢气布满全身 少年的剑刚在他面前 仿佛小孩子的玩具 拼尽全力也无法击穿这层防御 剑鬼可以用钢气来抵挡少年的攻击 但少年只要被击中一次 就要玩玩 实力的悬殊让少年根本看不到赢得希望 就在这时 少年的进攻露出致命的漏洞 高手对决 胜败往往决定于细节 在这一瞬间 少年意识到败局已定 不禁收缩了痛苦 然而 面对这绝佳的机会 剑鬼却选择后退 看到剑鬼挂在嘴角的大笑 少年终于意识到 剑鬼一直在让着自己 仔细想想 在少林寺修行的四年时间 每天都在和制和比武 终于超越绝顶 成为绝世 从客观上来说 少年绝对不弱 可他遇到很多更厉害的人 与那些就算少年死命追赶 也难以忘其向辈的天才相遇 一直让少年感到自卑 所以少年变强了吗 不 他依然很弱 这并非自卑和妄自菲薄 而是承认现实 和剑鬼相比 少年很弱 但少年并不会放弃 因为他不想作为弱者活着 他想改变自己